演员杜江近日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正式回应了之前被传的自己私联粉丝的事,一时引起众多网友的激烈讨论。 杜江在回应的文章中写道,自己其实并不想回应这件事,他不想拿这种事占用公共资源,还说自己不可能傻到用团队管理的账号去联系女网友。 聊天记录中的私信保密则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杜江还说自己从没有立过什么宠妻人设,他和霍斯燕现在的状态就是最真实的状态。 网友们则对于这份回应有着不同的反应,有人选择支持杜江,没有人觉得杜江就是一个不自爱的人。 还有网友在动态下评论,只要霍斯燕相信你,他们无所谓,谁知霍斯燕直接回复他,我信。 杜江工作室不久也发布了声明,表示杜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想了解一下武汉的信息才和网友联系的,没想到被人利用。 就在不久前,有网友爆出杜江曾在社交媒体上向他发送私信,有网友语音确定本人之后,杜江还索要了微信。 杜江工作室对于此事的回应是,当时杜江想在武汉举办活动,当时正好在工作人员旁边,工作人员就让他帮着语音了一下。 杜江和霍斯燕已结婚十年,在没爆出此事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圈内的模范夫妻,目前来看这是更像一个误会,还希望大家谨慎吃瓜。 杜江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